有的智慧就会显现出来 从佛学来讲 佛是为了开悟的人 人是没开悟的佛 我们的自信就因为妄想之力扎住 所以说我们只有静下心来之后 就能够生起智慧 那么说我们学周易 特别说现在我们是没发意识了 我十多岁我就看没发意识 那时候社会上还没书 就在结编那些私人印的 我那时候也看不懂 开始那时候就放流 看一下不懂就放下来 有空就看一下 就慢慢的日门 所以首先这样我们讲的我们的自信 我先从这个三要零印片里面的说 三要零印片也说 我们心里清净之后才有智慧 这个三要零印片里面的这个信源里面的讲 你看看我就把它剪贴发到这个群里 不然你可能有的那个你言啊 可能听得不太听 我就把这个 这一个比较主要的 你们看着这个手机就知道了 比较主要那一部分里 我就把它转成红色 让我们比较知道哪些重点 你看我先读一下 他说不意解 信力之邪 什么叫信力 就是我们自然本来的自信 那么信力就在哪里 就在人心里面 那么人心 这个如果涉及到佛教这样的心 就跟我们以解的思维心就不同了 在愣言经里面讲的心是什么 心就是指你过已旧的本体 所以说他都讲 我们讲西空就是非常广大 一夜星星一切都包含在西空中 但是在佛说 西空在你的心里 有一片云一点太清理 结果西空在我们的心里 就像云一点点的云在西空这么小 所以这个心里心包太息量究杀戒 它包含一切 所以说佛教都叫佛性 现在我们讲周易就讲无极 无极力 我们没学佛以前 就想无极是没有 从无到有 很多人都讲从无到有 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理解 它叫无极并没有叫无 什么叫没有极力 没有极限 其大无爱其小无内 你说大 你找不到 它编制 你说它小 你也找不到它的 最小的点 是不是 它就混言一体 没有大小 所以叫无极 没有极限 那么没有极限 在无极生太极 虽然没有极限 它生了一个起形动念 就叫太极 太极就是中心点 如果没有太极 就没有营养 就没有极松 这里就说我们 人心如果方寸占领 交人 交结 无意豪之干 无意存之类的时候 理性就存在意 就是说我们不起心动念的时候 连太极都没有 连太极都没有 活来营养 哪里有陷后卧福呢 陷后卧福 集收 都是相对的 已经到了营养里面了 是不是 太极都没有 肯定没有营养 所以佛教讲 我们的佛性 尽其空偏法界 不生无灭 不够无尽 心经里面讲的 就是不生无灭 不够无尽 不增无奖 就是永恒的 那么说 佛教讲呢 我们的佛性突然生成无明 什么叫无明 突然生成一个念头 就是念头没有原因了 所以叫无明 你找他的沿途 都找不到 在周一里面的太极 无极生太极 突然就生了个洞 在道家讲 叫做静极一洞 一阳戳洞 阳主动 阴主静 最早的阳 叫戳阳 也叫一阳 所以说 阳主动 阳主热 阴主静 静主主寒 在中医里面讲 受火生气 这个壮火石气 就是说什么呢 它一动就上热能 有了热能 我们的人的生命 那以体温为其 我们的生命 没有这个温度 人就死了 所以就叫炎气 最早的 炎就最早的 那一种生气 动能 所以说 太极就是生分别 我们 周一里面叫阴凉 就太极生两仪 两仪就相对的阴凉 就像 比如说 如果说平淡的话 不管你出风 下雨 太阳 所有一切服事 全部均等 哪里有好办 是不是 所以没有提松 在中国人讲的 周一讲 提松生于动 一动就有立即 太极天 比如说 同样的一个平淡 没有提松 我放一个墙 一棵树 一样东西 如果风吹来 它当 背风 跟 当风 是不一样的 如果出太阳的时候 阳光照射都和 没有阳光一面 是不一样的 阳光一面是 照射是有热嘛 所以为阳嘛 一阴 那边就看不见 是阳 是不是 就一寒一夜 一动一进 首先叫 从了我们 体行动念之后 就散常分别 如果没有 体行动念 肯定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的 佛教主讲的 无念是有念 一念带万念 无念是有一念 我们要转到 连太极都不生 那个创太 那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是 反复 你做不到 就叫一念带万念 为了静下来 就像水一样 平静的水 没有波浪 一旦你丢一个东西 它一波一波 它就散常了动向 也就散常了 阴阳 阴阳又一阴阳 就一波晚一波 就散常浪 就像鸡胸 等等 是吧 所以佛教讲 你起心动念 就有分别 有分别就有集中 那么 汉山大师 曾经到过 刀率天 当时到了 刀率天 尼拉伯仨 跟他讲经说法 当时 给他 一部经典 那经典是 凡文 就印度文 用金字 闪闪发光的 但是他 看不懂 但是给经典 就等于传佛法 给他 但看不懂 看不懂 后来呢 他就 就听 林拉伯仨跟他讲 他讲了 讲法就讲 他说分别是实 无分别是智 一时焰 以智静 一焰有生死 静无诸佛 他听了这几话 聊聊聊聊分明 非常清晰 其他都没听见 其实就是佛说 你就记住这几句话 已经了解 理解他 到透了话 整个佛法就了解了 所以他醒来之后 非常清晰 这几句字 其他都记不住 意思是 你不用再去记了 里面已经包含了 所有佛法 净法 他存储之后 你存储就 才知道什么叫实 什么是智 所以我们讲的 聪明智慧 跟智慧是不一样的 聪明是分别 我们的知识 知识是经验 经验它不是 终极的 对 你比如说你 阴极变阳 阳极变阴 好可以变坏 坏可以变好 你怎么能说到好坏呢 只要你超越了阴阳 不分别 不显然动量 你的本节 本身就 有的智慧 就显现出来 我们用一个水一样 水是像镜子一样 非常清晰 你什么过来 它一模样显现出来 当你一动了它 它马上就 看不见了 越动了 越厉害 就越看不清 就是说 水本身的险阱 没有丢失 你动摇它 就显不出来 扎住 那么我们读书的时候 就有一个故事 就讲到 猴主饶液 猴主你在树上玩得挺好的 突然看到 诶 这个烟量怎么掉到水里去了 他们觉得 烟量掉到水里可不好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吧 结果那猴主 下去一滚动水 烟量就不见了 就反复是 捞之后 才发生有个猴主 一看 他说 咦 应该还是在天上 所以散散一种 假象 我们看到假象 以为真的的时候 就像我们凡不易 我们的 聪明才智 去推讨 世间的 真相的时候 就像猴主脑叶一样 你说它是吗 又不是 你说不是吗 它又是 比如说我们佛教讲 我们现在就是做梦 很多人都不相信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这样呢 那勇家大师 静套佛里面有讲 梦里明明有六七 结后空空无大千 就我们做梦的时候 感觉到我们的喜怒哀怒 悲欢离合 永伐富贵 体骑士 等等 都是真实的 醒出来之后 才想 能拿 哪些真实呢 所以 言洁经里面也讲到 他说 彼于梦中人 梦里挥舞 及记忆心 了无可得 就是说 好比做梦里面的 这样一样 我们没醒前 我们也觉得 我们是真实的 就像我们做梦 有时候梦非常清晰 这样白天一样 你特别打住到 一定程度的 那个体型动力思维 跟现在一模一样 那个如果 我们叫中间心 他这生理时间 又没死 又跟反映住了 他那个精神 可离开身体 结果如果打了住的人 就知道 这里有很多道家的 师父 应该很多人 都有这个体验 就是说 他跟现实一样 起情动力 我看到你问我 我可以选择回答你 可以选择回答你 我可以选择离开 等等 这就是说 他尽情离开身体 因为离开身体 如果完全死了 就损阴 他就叫阴 为什么叫中阴 现在活掉这样 他记忆 阴和阳 人是阳的吗 他已经跟凡人 有一定差别 他会离开身体的时候 你说他是灵魂 又不是 也有在宗教里面 叫生魂 这生人离开身体 将要死那一天 他还没到阴间 他还不是损阴 他可以见鬼神 可以见佛婆 如果完了死了 损阴 他逆到神火 他那个光啊 热能啊 他就受不了 就比如说 他也为什么鬼神 他在阴的暗的时候 以天国的黑暗出来呢 因为白天阳光很热 他就瞬间 叫阴凉不相消长 热了 他就受不了 所以一般鬼神 七神鬼神 为什么用这个火去烧呢 一烧过 地热热了 他就受不了 他就跑了 是一样的 但是生人的灵魂 他是不受 他影响 他就跟生人一样 你生人能进去 他也能进去 就是生魂 那么我们这样讲 就讲 三教里面前也是讲 我们行不起动念的 没有几生 第一个念头 你静下来 静起一动的时候 就搓阳 就第一个 冻结 感觉 你看他说 立端立起 是根不明 就你一学起人动念 那几生就有了 阴阳就是 太极一生不生 两一 两一就有几生 所以你明白 这个阴阳的道理 你去推理就可以 所以你越静下来越准 就比如说 一般人进不下来 往往他梦中的时候 相对近的时候 他也很感知 比如说我一个次 晚上做了个梦 一个东北的人 他开车回家 已经回去了 一个多夜 那个晚上我就梦到了他 梦到他那一早上 我就跟一个人说 我说这个人 他不相信 他马上打电话给他 他因为有事前 坐飞机已经回到广州了 他谁也不知道 他就听了 他也吓了一跳 加上以前我用周一 也帮他测个很准的 就对 所以说你 但是我 虽然说你梦到的 我没有其他念 他我就说他回来 没有说他其他 这就是说 没中国主观 一起去想 我也没有故意想 就看他是怎么回事 就是当下一念 就是想说他回来了 结果他就 所以他说 利端一起 树根无名 物极以形 遗云 避世 结果我们的思想一起 就把我们的灵性 砸盖了 你要夜市思维 我们的我们讲的后天的实神 实神就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是学习别人的观念 把别人的观念转发了自己的时候 好像比如说人家经验 哎呀做得很准 其实好像自己很厉害了 实际上你再准 你都是一个模糊概念 你绝对不能达到 真正静下来的 成佛佛 伞那个境界 什么东西非常清晰 比如说你要进到一定程度 你就能看到这个人 直接就看到这个人 我们甚至要推理 我 我 我讲的 有的人 你进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想着 他就站在你面前 站在你面前 你看到人 你可以把他转到 可以掉到 从各个角度去观察 当然这个也不是佛 佛最高的智慧 但是也叫神弘 在佛教里面有一个 顺略我们这个思维的一种方法 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有一个观 有个十六观经 十六个程度 第一个程度是什么 太阳要下山的时候 就面膝朝膝打坐 打坐之后 因为太阳要下山的时候 太阳像个盐谷一样 它缝的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太阳下山的时候呢 因为你中午阳光非常强 你看 它会刺伤你 你受不了 要下山的时候 因为它 你地面比较平 它受到 这个 水蒸气啊 还有这个 灰尘的影响 它的强光已经减弱了 这时候我们看法不刺眼 就看一个眼骨呀 你就定定地坐 其实佛教就叫 我们叫无量信有念 一念大万念 就你静了下来就不用观想 但你一下静了下 你通过观想到太阳 看到太阳 极武了之后呢 我们就坚固妄想 就是神通 我都跟那个陈老师 你坚固妄想 天天地盯着他 就像一个人 第一次看到有缘印象 第二次很清晰 第三次很清晰 你看多了 也后就火 看着表 后面听着听着声音 知道 也要知道 你是哪里人 你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主女 你的父母还在不在 你多大年纪 我要了解的时候很熟 是不是 坚固妄想 不断加深我们印象 以后你很熟练的时候 一讲到这个人 他的所有包括他夹着的基础 你都很清晰 其实顺恋这个思想 就是专机 当我们专机看到 这个太阳的时候 你看一段时间 你就闭上眼睛 这个太阳 有一个残留视觉 它在一段时间 就像睁开眼睛 看到一样 随着你慢慢时间久了 它慢慢就越来越模糊 对不对 你反复顺恋打 越来越清晰 这个残留时间 越来越长 最后要达到 你不管有没有太阳 闭上眼睛 就在你面前 想到他 就跟真日睁开眼睛一看 你第一步 观想就成功了 叫做日观 这日观一成功 第二叫水观 怎么想呢 你想到你 坐在水边 打坐 没有水 你就想滑就在水边 非常清晰 你当你观想 九月之后 你看到 前面你就坐在水边 一样 这个 关到水之后 就关 水变成玻璃 流离 就像结冰 非常清晰 像流离一样 就像敬酒一样 这一步步 我就不讲那么深 就是首先叫你 专一 就是 关一个太阳 你要观想到太阳出来之后 你就想这个人 他就马上在你面前 那时候我还没学佛以前 没出家前 我也学过符咒 就有一次呢 我就 那时候也穷 是吧 有人说要学符咒 我就教他们 我当时呢 在一个 在广东 一个地方 这种地方呢 因为 你就不认识 人刚出来 你没地方 就有一个 香港人 他家里就 立了个神坛 就三尊佛像 当时没学佛 我还不知道 这个 这个三宝佛 那时候呢 打开节目稿 但是人家立个神坛 按照学符咒的人家 你到人家神坛去 他那个神呢 会打架了 你要斗不过人家 你马上就 真的你 晕过去 你要是比他厉害 他也没招 就像我们到人家家里 反客为主一样 但我也不知道 行不行 那时候穷也想 赚点钱 时候 就交了 那行李确实担心 人家是一个 叫做广东行李 一个叫做六日 六日神 叫那个六日神宫的一种 神坛 他主人不在家 因为那个人 按那个神坛的香港人 他是兴起天才回来 是他女儿 他们学着带到他家里去 我当时就想 万一又没有唐主同意 佛庚人也没通过 神也不能通过 万一搞得点厉害 我就当时我就烧个香 因为我看了很多书 我就说 我在我心目中没有分别 我说 一门西父道相通 三教从来一祖宫 习道原来是一家 两班五二礼不差 心中端见陌生学 三教稍来做一家 就是说 在我心目中没有提出 我们都在讨人上线 让人家学 这个都市对社会好 我就上乡的时候 我一上乡 他那里 就去看到 他说 那个佛像笑了一下 然后那个佛像 像人要睁个眼睛看了一下 我一心里想 笑一下就高兴了 应该没事 我就站在那边挂 确实也没事 我教了之后 我就跟他们讲 进来讲 这个 道理那时候 因为我选择主食 主食在十一点以后 我就讲到三四点 三四点钟 讲完之后 他就回去 那个你的也有 也有费根 一回去一睡觉 一闭上眼睛 就一团火 一团光 很强 以后 他只要 你想到哪个人 马上就在他面前出来 那时候五月份 交了 我在六月份 就回家 回家去收道谷 我一走了 他看不见 我一回来 他又看不见 这个就是 现在人讲的 开口上青天 是复在身边 但从佛教 这些是坚步妄想 是一种神宗 从佛教来讲 它是 暂时的 一种现象 并不叫我们去追求 但是我们现在人 都是写周围 都想增加自己的灵性 所以我现在讲 从佛法上 我们不能去追求 有没有都不能够去当鬼事 一切都是希望的 都是一切有为法 一梦万泡尾 一路一遍 硬作一世观 这是金刚经里面的 我们讲 佛法有四间法 一处四间法 有了一间 还不了一间 现在我们讲是四间法 不是处四间法 也不是最终 最高的佛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 实际上我们行性 怎么提高我们的智慧 就是我们的战断 是更准确 所以就说 我们的只要静下行来 它寥寥分敏 你起行动念 你就像语文 语文扎住你的房子 就是大墓的时候 看不见一样 说 遗情 即蒙镜 就像灰情 把你的镜主 扎住看不见 镜主 它显现 那个 影像灰情清晰 你看水蒸气 一上去 灰情 一蒙出去 看不见了 所以你擦开它 就干净 所以说 既然我们知道 是这样的时候 你看他就讲了 我们的四季未明 随鬼神目测其端 以吉松莫乎 无门可义 就是我们精心 心不起行动念的时候 没有吉松 你鬼神不能测 鬼神就是阴阳不能测 为之神 鬼神就说 用相对的测不准 吉松莫乎 无门可义 哪有吉松 但是你起行动念 他就有了 他说 你那里又讲了 后面讲 力端未起 鬼神不值 莫有乎 我 更留于谁 就是你不起行动念 鬼神也测不准 你 周一更测不准 但是你起行动念 你那个心一动 他就有吉松 鬼神就知道 你想什么 他就知道 鬼神能有他心动 那么你的吉松就有 所以就说 我们的吉松 靠我们自己 由我们自己把握 论言经里面讲的叫 新能转悟 则为依来 唯物所转 则是凡夫 什么叫新能转悟 物就是客观原始 外界的一切 都不能左右你的时候 那你就像依来 依来过而不生不灭 永恒这样 如果唯物所转 则是凡夫 我们受到外面的 色生相畏处 所影响 你就是凡夫 你多大成就 你都是暂时的 对不对 所以古人也讲 有个计划吗 九色财气 是堵墙 人人都在理中常 又是有人出墙外 不是神仙 受益常 这九色财气 都影响不了的 先不要说你就算你不成仙 你也常受 但是有几个人 能够破理 九色财气 很难 所以说 国家讲 说益也益 说难就难 就是我们放不下 放下之后 你立马就超越他 所以他就讲 市民以心 贵身之精安 以吉松贵咎 有其事 言无益之 就是说 你一起心动念 贵身就识 你也吉松就有识 我就能够撤准 这就是我们周一里面讲的 三教里面要求的 我们既言不动的时候 你看后面又讲 既言不动 尽力存存 欢便玩战 运服闪药 必是四级不见 无间接 就是说 你回想尽到哪步 起心动呢 突然落到你的念头 你的感觉 它就回想一样 不管你做梦也好 你要是打坐 回想清静 你要静下来 起一个第一个念头 你没有加个思维 如果你落于一时之后 它就没那么准确了 就是经验 有准有不准 你绝对不会打不到百分之八 所以为什么有的小孩 说得很准 你小孩都不知道 他突然就是想着这些计划 他就说了 这个 就说明白这个 周一也是叫我们静下三教 就是当我们运服三教演 译的时候 我们演技所见 演技所听 心技所想的时候 是你看他说 使得我们看不见的 我能看见 就是说 一般人几书你看不见 但是你通过这个 眼力去推讨 他就知道 推讨可以从物理 就是看到的现象去推理 也可以用我们听到的声音 看到的景象 也可以我们心想到的东西 你突然提起一个念头 他就准 比如说 我有一次 正在开车 我当时 要去神圳 我在开车 我心里想 我测一下 我什么时候到神圳 那你开车 就不好起卦了 是吧 我就用心起一个卦 我起什么卦呢 说起卦五定法 就是说 你不用想了 你当时想怎么起就怎么起 我就报了个数 三四五卦 三四五卦是怎么起 三为雷 四为正卦 就火为四扣卦 这五摇动 按照讲 但是开车的时候 想了一下 因为以前我就比较熟后来 有手机了之后 确实就 慢慢就 依赖手机 就没那么熟了 但是慢慢想 还是能想出来 那想的本来是五摇动 我都把它当做四摇动 这就是说 错刮错断 反正更准 当时我就 怎么测你 我当时就想到 幽间法 虚土肥头生 就幽跟虚 但是我是中午过去 因为我们有前提 我到深圳一般 就两个多钟头 最多三个钟头左右 那你五时不可能 超过到优时 也不可能到西时 因此我就想 能不能把它课分 作为怎么这样 课了一个时程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六十分 似乎两个小时 刚刚一百二十分 我把前面十分当做主课 第二个时分当做主课 这样的推断 那当时我就想 我现在开车 四摇是我 本来一般经常在六摇 讲是父母 是车 实际上如果 如果我们固定的模式 就错了 为什么我在开车 车等于我 我也等于 我到也等于车到 车到也等于我到 不可能 车到了 我不到 或者我到了 车不到 对不 人主戒时候 你用四摇看 跟父母看都是一样 但是 如果父母动 你就看父母 那四摇动 你看四摇 当时呢 因为没写出来 就是用心算 我想到优客 或者西客 优客的话呢 就是 到了 喂食 喂食的 四十分 就是优 到五十分 我就到虚 我就到虚 应该这五四十 应该说一个优的话 就是 三十到四十分 那么如果虚土的话呢 就是 这个 四十到五十 但我一想 能不能把这个 十分 再分十一分呢 再分十一分 不就更细了吗 我当时这样想 但我一想到 因为 你要十分 分到十一分 就不到一分钟 一分钟 外边呢 像写字一样 写 非常清晰 我估计你到了虚 就十 你不到十 那你就是 七或者八 我当时这样 应该把这四十 加上这个七和八 就是四十七分 或者四十八分 竟想着了 什么突然 我就想 应该是四十八分 结果也奇怪 到了那里 因为不知道地址 因为电话给的地址 我到了他们那个区之后呢 没到他的地方 一打电话 他说那不是那里 又开车去用导航 导航到了 到了之后呢 因为导航看不太清楚嘛 到了那地方 一掉头 又过了头 他过了头 一打电话 他说你过头了 过头一掉过来 一见人 刚刚四十八分 所以就是说 你这个挂 我们锤一口一气 又有一次 我 有张 原来有个 有个 学中医的老师 说要到我那里 去交班 我就说好吧 我就去找几个学生 跟他交 当时呢 我为了他们 学问他们不了解 我就 搞了一些基础知识 给他们 知识的给他们呢 就是 当时我就八卦万路内向 给他们看 他说卦怎么来 我说随便提卦 但你说随便提卦 那你又见识 当时他坐在我左边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 你的 我就把他左边当的正卦 右边的 他是三十岁左右 是你卦 中理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啊 你老公比你大 他说对 这个 说对了之后呢 我马上就说 我说你老公不大 不是大你三岁 就是大你四岁 他说刚好大四岁 我马上也跟着就说 我说你老公不是三十三岁 是三十四岁 他也刚好是 我说你老公呢 对你还是挺好的 他说也是 为什么这样呢 我就说 当时我的体验梦念着 正 离挂是他自己 正怪是他老公嘛 那正为长男 长男会长你是童年的 你离挂是长你的妹妹 肯定要比他姐姐小 比他姐姐小 是不是等于比他老公小呢 他这个一对了之后呢 我就 当时我就说 那个 因为正怪为先 四后人为三嘛 我就提三四 这个我就 就是说 我们突然最早有念 他无意识地想 他就非常准 这个讲了 就是说 这一句话就是说呢 我们前九亿也要求静 这个我就不说了 我就说一下 这个 佛教的 思想 我们这一般的佛教教 叫明心见性 我首先就讲我们的佛心 为什么我们的佛心 包含一切呢 那这个 心佛众生三不差别 什么人从这个佛教 你都摆个风里看 说没太 玩 哎 好了 就心佛众生三不差别 怎么讲呢 他就讲我们学佛的人归一 第一归一的时候 师父就开示 开示就告诉你 现在讲了多长时间了 都不够时间了 那这福宅中宝藏 归己戏莫小 以礼民族 必解说也方之 又不一生安囊文法 告归和宝归出城 经集市等新处系数 练义归真 礼习求情 明实 奇秀进宝 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 叫福宅中宝藏 就是我这个是打比译来讲 比如说你家中 埋藏有很多珠宝 你并不知道 说非己戏莫小的 没人指示你 你家里虽有 你并不知道 那个以礼民族 必解说也方之 这里 你 衣服里面 你带着一个 一亿宝族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必解说也方之 就是人家告诉你才明白 他又不一生安囊文法 就是说你不就归于佛门 不通过出家人 解释这个佛法的道理 你知道 你虽然有 你不知道 也等于没有 但是 狗非佛法 无一出城 这你不用佛教思想 你解不了你的烦恼 这个 那么就是说 你来学佛 并不是想要求什么 就是要开智慧 你不明白 从这个实际解释 你的自信 永恒 没丢失 找到你的自信 那么 即是让心处细俗 念意归间 就是说 即是那么 亲近至即的人 就是我们学佛的 在家人 就叫即是 他没有各种妄想之者 比社会人贪真之比较少 叫即是 在亲近自己的人 他心处细俗 就是说 他人跟社会人一样 但是 他的意念归真 就想要超脱生死 就想要超脱生死 出世间超生死 以成佛 那么说 念意归真 真是不变 永恒的东西 就叫做归真 比如我们在现实的 短暂的东西 就是虚无 不久 就会 不是真实的东西 得理系求准 明师奇修进化 就道理 你应该找一个明白的人告诉你 这个明师不是出名 是要完成了解这个道理的人 就我们来学习 找一个 非常 理解的 比如我们学周易 陈老师 对这个 易写很清楚 我们上台学习 就明白了 师父 来指点我 那么他叫 一米明珠 就出在于 愣言经 愣言经的言文 这我发给你们 你们看 他别的言文 就讲 辟语有人 辟语像有个人 一次一中 以自己的衣服 进面 细衣珠 就带着一个 一亿宝珠 所谓一亿宝珠 你想要什么的人 就清清一亿嘛 现在你在心想事成嘛 他说呢 不处极致 他自己不知道 那么 显然穷入他方 因为他不知道 有个宝贵 觉得穷 到自己讨饭 很穷 他随时贫穷 足不增食 为了生存 那就像在做个乞丐 到自己讨饭 看你的脸色 吃饭 是不是很可怜呢 虽然可怜 他的珠宝也丢失 所以说 福有济解 就是推人 有个人明白的 告诉你 你这么傻干了吗 你最近有个宝珠 你为什么要 上人家讨呢 对不 他说 几夕几处 所验从前 告诉他之后 他想要什么 有什么 济大瑶富 就变成 非常富有的一个人 方物神珠 非常败德 才知道 我质宝 不是别人给我了 我本身有 就是我们没学佛钱 总认为我们跟佛婆上不一样 我们没有智慧 实际上就错误了 那就就是说 我们自己有 以宝珠 却不知道 那个宋代张白端 就跟本地论人间的以宝珠 以宝珠 写来 也像用诗句来讲 他前面几句就讲 贫主一宗珠 滚促延年好 不贵促勤求 切恕他人宝 是他宝中无益 只是告证空贵力 就说很穷的人 宿人家珠宝 这个人真有钱 他宿他宝有什么意义 自己有珠宝 却不会用 是不是 宿他宝中无益 只是告证空贵力 自己有宝珠 什么都有 却上也讨 还要看你脸色 高不高兴给你 给到一点很高兴 那不是很可怜的 其实佛家就告诉我们 你的珠宝没丢失 就你的佛性跟佛一样 当然我们讲了这个 然后我就解释 这个是我97年代写的 我这句话就是录着 录出于论言经 这个计划的意思就是说 比有个人 他在自己衣服中 写的衣宝珠 这个宝珠要什么有什么 他这个人并不知道 因为自己很穷 到处去启食 虽然他现在觉得很穷 但是他的衣宝珠没丢失 虽然有一个人 明白的人 几世明白 给他说 你的衣宝珠没丢失 要什么有什么 你为什么不会用呢 他说这个人明白 这所有愿望都实现了 成了大复会的人 这个就比喻就说 众生的佛性没有丢失 但众生不知道 那么认为自己没有 只是向佛菩萨祈求 所以说呢 佛菩萨 只要几世人 众生明白 你本来就是佛 将来是佛 自己活性没丢失 并没有 不是外面得到 不需要佛菩萨给你 所以佛教就讲 心外求法 只是外道 你要是认为自己没有 要上文 佛菩萨去求 你就求不到的 所以禅中有个祖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能愿千结结受潜伦 不从朱性求解脱 就是说如果我要千结受潜伦 我也不是上外求 上外求因为最后落空 一定从我们自行 找到我们的不舍不密的活性 你就成活 你明白 就很容易 所以然后讲到这个 因为时间的问题 可能有没有准备 我就乱讲了 我就在讲那个佛 我在讲那个 佛跟众生的心 佛成佛之后 第一句话 在法言经讲 他讲了一句话 其宅其宅 一切众生皆有依赖 既会得相 唯一妄想而知德 占必不能进得 唯一此妄想 一切即自然即 根本即即到现前 这计划这个意思是 他开始不明白 为了解决我们的生老病 他出家修行 突然他在 佛提树下 打坐 四十九天 突然开悟 明白了之后 他讲 真奇怪 原来一切众生 都有像佛的 智慧一样 但既然跟佛一样 为什么我们 却没有这个智慧 他说不是没有 是我们的妄想 跟知识扎住了 你不能尽明自己有 既然我们找到原因 怎么解决 他说 为除妄想 一切即自然即 根本即即到现前 所以说我们学佛 就是除妄想 如果你要是所有修行 不是为了除妄想的目的 你都是错了 所以佛都告诉我们 就一个 所有一切方法 都为了如何 剃除妄想 执着 你剃除了妄想 执着之后 那你就 智慧开 你就成佛了 我再讲一下 这个 也是法言经 有个计 我们在超度鬼神的时候 首先讲明计划 他说 又淫又了之 三瀉一切活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佛教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生的种种法生 心灭的种种法灭 这个心怎么认识是什么心 不是我们思为其心 也不是我们虚无辱之心 就是心脏 不是我们思为体 能思为这个 就是我们的东西 就是心经理 你们讲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争不减 这个心 就是心 他又淫又了之 三瀉一切活 三瀉是什么 很多人都讲 佛教人就是 不求今生 求来世 其实错误 世为时间 时间只有三个阶段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就现在 瞬间 刚才 就是过去了 没到的一分零秒 千百亿年 都是来世 所以就三世佛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这个心是什么 就是他本体 我们叫做 清静行 现在在周一里面 讲的太极 有时间短 我就不能够很详细 解释 我就是 讲一下心体 跟 我们思维心的差别 就是我们没学佛前 总认为 我们思维心 我们这个观念 知识 就能创造 比如说 我有点想法 我想去高楼 我研究怎么 拆砖 怎么样搞水泥钢筋 提炼之后 做残院 好像是很对 开始我刚学佛 刚学义 我也这样认为 通过 更了解佛法的中心思想 才知道这是错误的 我当时看了很多书 最后我看《楞年经》 突然我就开会 《楞年经》 成佛法 我就明白了 不是这样 我就写了谁手记 我就 我说呢 陈诗访道 四十年 未曾相同得逆先 自从一读 那年后 世界从前进四篇 就说我 秦识访道 到处学习 看书 研究 以为自己掌握了 很多窍门 很多 方法 一看到你 才知道 这些读的究竟 所以说 未曾相同得逆先 没逆到神先 是吧 自从一读论人后 我一看到人 世界从前进 才开始觉得 以前很多的错误了 就是说 这个心是什么 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 为什么 只要就不生不灭的本体 才能生之一切了 为什么我打了比 我们讲从无到有 如果我们从无 完成是真实的 空没有的话 你肯定 不能变成有了 比如说 我们从物理来讲 厨房 什么都不给你 连面粉 一切 菜呀 米呀 面呀 水都不给你 也不给你 火 你要是做什么好 菜来 我不相信 这巧妇难为 无你之吹 你再厉害的磁丝 什么都不给你 你怎么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 那么我们又讲 无极生太极怎么生 又像心能造出来 他讲 心体是有的 就是厨房没有饭头 我有面粉给你 有水给你 有福给你 有个过产条文 你就能做出这个 满面饭头来 你就能做出饭来 做出菜来 是不是啊 所以你以为是你的思想 你的知识能造出来 我什么不给你 你再会做也不行 所以这些心 就讲你的原材料 对不对 你有了原材料 虽然没有其他东西 我能变出来 就比如说水 只要有水蒸气 我加冷就变水 我再加冷能变冰色 有了水 才能够造成其他 有了冰色 我能标出种种形象来 对吧 如果连水蒸气都不给你 也不给冷热这些条件 你要唱着万户出来 你就是睁开眼睛 说瞎话 所以这些是我们讲 是空文 空就没有 但没有不是我们理解 有无 这个对立的 银梁的有无 是无形无相 对不对 它有物质 却无形无相 说无是从形象来 所以佛教讲 真空无空 它本体一定是存在的 如果一切皆空 你怎么变出来 就刚才 厨房什么都没有 你能变出来 你 活啥都变不出来 不管是你摸 我们是反应 反应不行 所以这个真空 是从它的形象 有形象 它是空的 真空是不空的 所以它本体是存在的 就比较 我们现在没有水 有水蒸气 从一看多见摸得早 这样它是没有的 但是从本体它是有的 所以真空是不空 真空又妙有 怎么妙呢 我们说从无到有啊 对不对 说妙不妙啊 你看有水蒸气 我加冷就变水 有水我能创造冰射 有冰射我能够让它有形 既有空气 气体的东西 又有一体的东西 还有物体的东西 是不是从无到有啊 这时候真空是妙有 能变出一切来 心生的种种法生 心灭的种种法魅 所以我们进心之后 你也兼顾你的妄想 就是神 这个佛教有很多法门 如果要今天讲到修行 要时间 也不是三剂两剂 你比如说你最少 有一个星期 比如说我们讲的 闭上眼睛 你能够看到光 你这个 这里有个屏幕一样 就看电影一样 就会显示出来 你不修不行 你通过一个星期去念佛 无念心有念 一念大万 一心一念 你蒙着眼睛 他就能够开始看到有光 就能听到你们 听到不到的声音 人看不到 你看得到的东西 这个就是 比较深 因为时间短 我就讲一下眼灵 就是眼灵 静下来就有 谢谢 那么我们 我们知道了 我们请静下来 就可以有智慧 怎么静下来呢 有很多方法 那天台中有六秒法门 但是你见方法都不是最好的 唯独有的愣言经里面 观念菩萨的 跟言通章 跟言通章 那时候叫我们怎么修呢 我大概讲一下 容易没那么多时间 我就讲一下这个 观念菩萨的 修炼方法 我们讲了观音 你看啊 叫西游记 我们可能超过一点时间 我要扯一下 西游记里面讲 孙悟空 孙悟空是谁 是我们的心 是维心 就是礼卦 因为火主躁动 所以说 孙悟空非常暴躁 但是呢 他属火 所以说又是我们的心 也易满的意识 那你又把它定下来 你才管得住 谁也管不住 那当时呢 他 他压代 那个五指三下 就是 他要成就境界 就要补助 这个唐僧 七七年起见 但常常是 管不住他 还有七十二班 神通变化 怎么办 就要念 景福咒 景福咒 谁念呢 景福咒 有两个名字 一个景福咒 一个定心经年 就告诉我们 怎么要定住 我们的心 这个咒 这个咒从谁来呢 从释迦牟尼佛 依赖佛主传给观音的 依赖佛主是谁 就是我们的佛性 自信 只有我们自信 能降福我们望向心 那我们自己 一下找不到 怎么办 要用观音的法门 静下心来 你就能降福 我们的心流义 所以这首叫 观世人佛祂 你这个 所以叫定心经年 也叫景福咒 能不能管住你心 那怎么管住呢 那当时 观世人佛祂修行 就是讲 他说 观世人佛祂 自从做起 顶礼佛祖一百佛言 他观世人佛祂 起来 先行礼 这个 从做起就站起来 顶礼佛祖是 佛教一个 礼拜 一百佛言 对佛说 因为当时 佛问他们 你们当时怎么修行 你见到的果位 所以观音就 自己说 阐述他以前 怎么修行的 他说 世尊 世尊就是 世尊尊贵 就是佛的别亲 他一念我息 不是横河沙结 就是我回忆去 非常常见的时间 就是横河沙结 为什么横河沙 印度有条河 叫横河 这种沙 非常细 一条河有多少沙 一结就是千万一年 像横河的沙一样的结 那不知道多长时间 就说说 非常条件的时间 他一佛 又一时 当时有个佛出世 佛出世之后 就名字观世人 这个佛就叫观世人 那么我一佛发佛提心 他就在这个佛面前 又发佛提心 一成佛 什么叫佛提心 后面就讲 佛提心生 生灭心灭 佛提心就是不神无灭的心 就是我们叫无极 无极是不神无灭 新天讲 不神无灭 不够无尽 不争无减 你发了佛提心 对世间的一切 现象短暂 你还计较吗 为什么我们对 很计较自己的感受呢 以自己的利益 最大利益 跟世间人籍争战 那个顺头小弟 甚至大发出手 杀人放火 发动战争 就是我们不知道 自己有个自信 不神无灭 之所以短暂生灭的现象 就像一个水炮一样 本来没水炮 起那个水炮之后 就以为这水炮是我自己 要跟人家比高相 所以 那个金刚年讲 一切有违法 一目万号 一目一目一目 印尽世间 就是讲了 什么叫有违 你看他前提讲 一切有违法 所谓有违 看得见摸得 都想得到的 生灭的 就像有违法 就像你梦万一样 梦万是假的 你和假的 他当时确实有感受真实 醒来没有 梦万透影 水炮 你说他没有 升起来 我们确实看到 这个水炮存在 那一下就灭了 他非常短暂 你就不用心里 计较他 一路一电 露水 太阳一出来 一热 就精华了 是不是很短呢 闪电就更快 硬做 也事实观 你就这样观察 世间一切 生命现象 都不是永恒的 不要计较 但是我们有个 不生不灭的真心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 静下心来之后 你的智慧就出现 那么观音菩萨 在佛面前 要法院修行的 佛就告诉他 从文师修一三摩地 你从文道 到思考 到去修进 你的成佛 就是三摩地 细节 我就是不讲了 本来想讲 因为我 发到群里面 给你们看 因为你那么多时间 那么就是说 他说 错以文中 最错以文 文是听 听什么呢 我们用于耳朵 听外界的声音 它不是这样 你静下心来 反文文字性 你在听 你自己心里的感受 你自信 所以文中一流亡所 一流亡所 什么 流就流动 流动的是什么 是时间 空间是不流动的 对吧 你就从时间 慢慢过去 一流亡所 亡 就是没有 死了 死亡 灭掉 就是我们的时间 反对没有 静下心来之后 你就 说 就能说 就是你能够 直到的感受到 你也要打个坐的 忍了 静下心来突然就 没有这个意念 就好像睡着一样 但还又不睡着 外界的内动 马上蒸气调动 和合震动 你一直到自己的内界动 你一想啊 马上又消失 就是 你的现在意识 又把我们的内的外动啊 念头一动啊 又把我们自然 散传在 一个 盐气 抵消了 它马上又消失 所以你越无意识的时候 它越显现 越活跃 就是我们的 不去思考 它是我们前意识 我们的活性 就会自然想象 自然知道 这个 所以说 所欲记智 你所欲 你知道你静下来了 你还是不静 你只有感觉 你因为我现在 还在想东西 或者我现在很静了 我境界很高了 你只有起人念头 你就不是 所欲记 记着记静 就非常静 就像水 一口浪发 都没有 你看不到时间 它一点都不动了 动静夜象 了言不诚 你不能知道 我静了 我现在没静 我境界高了 我没有了境界 你只有起人动念 你就有动静夜象 动静夜象 了言不诚 那不是 能够语言能传道 只要自己感受 没有打坐的人 我讲的也不清楚 所以佛教就这样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不是很深奥 就是说 你不能去思考 也不能跟你去讨论 是不是 诗跟义 诗就是想嘛 推测嘛 是不是 议论就是 我们的探讨 你没到那境界 哪里能探讨呢 所以我们 不就这样 不可思议 你能够做到 动静夜象 了言不生 到时候 没有动静之下 不一声静的时候 还 没有达到 学佛的要求 它一识欠征 慢慢 增进 你的境界越来越高 闻所闻静 你能够闻 感觉到 都感觉到自己 没有念头了 非常清静了 或者我 我非常清晰了 你主要体现功能 都不是 你闻所 能闻 能闻到的 能够有个自信 你感觉到 都不算是静 静闻不住 那静闻里 你自己的一切感知 都不知道 都没有感觉自己 静闻不静 有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能解锁解空 你能够 解知觉悟吗 就我们的意识嘛 你能够 看到听到 想到感觉到 都空的时候 你的空解极 你说的空 跟你的觉悟 你知道跟不知道 你有动有静 你都没有的时候 你的极言 言就严满 没有缺陷 你真正到哪境界 这不是我们能讲 只要到哪境界才知 你空所空灭 生灭已灭 寂灭现前 你真正到一定前度 生个灭 都灭了 没有我生起念头 也没有我灭掉 没有我是凡夫 也没有我是佛 没有我已经开悟 也不开悟的时候 寂灭现前 真正我们自信 就显现 就知道 天下万物都知道 所以张柏端在悟经 天也有首诗 他说 不疑附到西天 端错诸方 在悟前 仅后光生 有数万 人生 足下未为先 这是说什么 我们佛教讲 西方有十万亿 佛土 有个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 没有环了 只有极乐 但是你 如果我们真正为有的话 你去追求 十万亿佛土 你哪里去得到 当我们心静下来 一下子智慧打开 就 不用一步就到西天 那极乐 没有烦恼 就是极乐 你没有死怒哀怒 没有贪争之 就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不是极乐吗 所以说 我们把心静下来 就是极乐 没有烦恼就是极乐 所以他就讲了 不一步到西天 端错足房在目前 就你尽到西 你看一切 寥寥分明 一掌上观文 三楼大地 都在你心中 那你 智慧就开了吗 那夫人能朝一 四处数间 四处跟朝处数间 都朝着十方言 十方的空间 就东南西外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这四进四为 加上上下 称为十方 这个空间是个立体的 是阳间 是物业实现 你就得到两个功能 俗现 他以解上和十方 诸佛 本妙节心 以佛以来 同一成立 就是说 你已经跟佛的 妙节心了 本妙人本来就有 非常安排 他能够直到过去 现在来未来 一切都非常明白 没有不明白的 一佛一来 同一处理 就像佛一样 慈力什么呢 慈着慈能一乐 给人家快乐 你要有能力 如果你没有能力 想让人家快乐 你去 怎么能改变呢 你有这能力才能改变呢 二姐下和十方 一切六套众生 你跟是这个六套的众生一样 同一众生 一租众生同一归 因为众生反复 我们没有的能力 有烦恼众向求佛 佛上 加持让我们能够心想事成 是吧 但是我们没有 他就既有佛的能力帮助我们 又有我们向众生 祈求佛菩萨的愿望 那他又同时祭祝了 是不是 他就能够闻生救苦 你只要念观念佛的名字 你马上就能够感应 这个我讲我亲亲的经历 我97年我出家 第一年出家 我就要回家的时候 我就算了个卦 我看我回家 他吉松以后 算了呢 挂在路上要有宅 但是你协佛的人 有生就死至起早 我们不怕死 我就说不管 我就回去 迟到来回去 结果呢 人家要到回家 没有车了 就是坐一个摩托车 那摩托车 你在一个转 转弯啊 九叔度角的地方 那家伙都不走 不按交通规则走 他走到你的左边 因为那个 就是九叔度角 又有山躲着 根本看不见 一转弯 就看到有个东风车 我跟他一起聊天 突然看到东风车 就来到面前 我也没有害怕 心里就太快了 突然就到了 我就念进安尼陀佛 跟着就念进观念佛上 突然那个车 就停了一侧一样 就停下来 按进场来讲 摩托车突然停下来 他一定不稳 他因为又摔了 他稳稳地停在那里 停在那里之后 你这个 司机一看 没撞到 谁也没说话 他也没说我们 你接摩托车 我们也没说他 看到没撞车就回家了 我也没说他 他也不敢提这事 回到家了 我下车的时候 他说 今天真危险 我说会说危险 就不危险 就怕 没有危险 才真危险 不知道有危险 那时候才真危险 这是一次金时 我梦境中念佛 或者说 用 那个 成宗的思想 也能改变这个念 但我一讲金时 10年 我说68年是佛 10年是佛年 从泰瑞一般的乡 从未有撞车 这现象 那年 我就 跟着两个领导 坐在车上 有一个领导 也吹洪水 但是觉得洪水很厉害 他说 他不谢国 他说 你看我 我做了这个洪水之后 我就升官了 怎么好 怎么好 他就吹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协佛没用 我当时呢 他开车 我坐在后面 有个协佛的领导呢 他就叫那个人坐前面 他说 我跟师傅坐在地上 我竟然看到他开车 不想快 他本身喝点酒 那试车到 他就开到 开到 离那个路边去了 我看到 那里有一堆沙 我说 那前面有一堆沙 他可能不知道是 不注意还是真有点醉的感觉 一下子撞到沙堆 由于 开得非常快 那一下子撞到沙堆之后 连续翻滚 那个车掉头了 翻了几次滚之后 翻了几次滚之后 然后我就满面阿里头 我就感觉到自己在空中现状 没有碰到东西 我口袋的东西全部挥出到车外去 然后车停了 我就从车中爬起来出来 爬出来我打开门 把我那个 有个领导 扶出来 他当时没感觉 当时到了一样之后才发现 就就是 站不住了 那开车 那个说鞋扶不好 当时就从车中 飞出去了 先冲飞出去了 当时就死了 所以所以 后来那个矫警看到他说 真奇怪 你这个车祸那么大 我们从来没见过 你一点事都没有 总在车上三个人都三种结果 一死一伤 有点什么事没有 所以我就说 念我念欢迎 他就能够闻生救火 下面就这样 我就 没有准备 所以说 你就有时候 没有按照我写 那些讲 但是你大开就说 我们就静下行动 我们智慧就看 我们的心是 实有的 但是它是无形无相 是真和邪空 那个 叫做 精通悟空 精通妙有 就是它是空 它又不是真实的空 它又能闪上一件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了 这个心 静下行动 一切现象 我们将来要起来智慧 就静下行动 就可以 得到我们的 成果的自信 也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 所以你时间短 我就 讲到这里 说得不好 我们要来智慧 好 同学们都进来 上一期的学习班 因为一直在加班 所以我跟大部分同学 可以说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直接交流过 也不知道我们帮给这么多长龙恶福的这么多同学 包括佛 道 还有像文博师兄 特别是平时在大群里 我们只感觉他在天上飞来飞去 这样一个成功人士 所以今天老师特意给一些时间 来让助持给我们传一下佛法 然后让文博师兄给我们讲一讲 来做人的一些高品质人 高品质人 一些文博师兄他如何成功 所在一些感受 这个文博师兄讲好之后 我们让顾道长给我们讲一下道法 我们顾道长等一下 我会发一个联系到群里给大家看看 就是那个吴秀波大家知道吗 吴秀波啊 舍弘里啊这些野心的这个形象 都是顾道长给设计的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非常的有福气 遇到这么多禅罗恶福的师兄 大家掌声先欢迎文博师兄 所以我们老师 他的人格魅力也可见一斑了 是吧 能吸引到这么多出色的人才 尊敬的陈老师 尊敬的各位师兄 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再用大家一点休息的时间 在这里呢 给大家分享一点心得 这个心得呢 主要是我觉得呢 有一个现象 我每次来我呢 我来过去很多次了 我发现的就是很多师兄弟在这里学完 看老师断话 看我们现场自己断话 都觉得很流畅 但是一自己回到家里 再回到客户那里 好像就结巴了 不流畅了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好 要知道这个 我今天晚上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和发明 想不想听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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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一 我两年 这个2005年的冬天 我给 这个 陈老师的陈家庄写过一份对面 上年是画八卦 这个 画八卦 赚梅花 黄极金石 下年是 听禅音 这个藏空性 腊乳家延 老师的公司名字叫家延 那么今天晚上呢 你看在这里 刚才这个大师上来讲 我们这地方 在座的藏龙卧虎很多 所以我今天上来讲呢 一是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给我这个露脸的机会 第二个呢 我也是 成黄成红 如履薄冰 那好在呢 我只是分享一些心头 那么 我是 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班长呢 没有给我介绍 我总的也给大家熟悉一下 我呢 是2002年的时候 接触到这个 艺术 当时到南京 一个老师 说如何如何厉害 我每次找他测试 他都不跟我讲 2002年 后来我每次去跟他 拜访他 送点礼 算算 弄弄 但是不教我 后来2004年 我有一个机会 碰到一个 看相 我就跟他学了 然后后来呢 我就系统的学了 稍微滑了 我前前后后这么多年呢 到陈老师这里 我在易经方面的老师 陈老师是第十位 我相信也是最后一位 因为十全十位 那么我这中间 有国内的 这个上海 易经研究会的 我的尊敬的朱老师 我在这里先 先表个态 我今天晚上分享的 我没有对任何老师 我除了感恩和尊重 我们有别的想法 那么 后来我跟 这个包括李居民 包括胡一鸣 胡一鸣老师在南京 珠江路有一个点 学费是十万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 胡一鸣学 跟他学八字 然后 我后来又跟国内 很多老师都学过 学完之后呢 觉得 到了瓶颈了 弄不下去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在网上 看了陈老师的这样一个 我搜索风水 两个字 一下子 蹲出来陈老师的视频 然后我就看到 哎呀一看 他就是当时那个视频 我记得就是 这个工放个沙发会怎么样 这个工放个什么会怎么样 然后 哎呀我说 他又这样神奇 就是要这个东西 然后我又看到老师的断卦 说是跟在 当时好像是个队卦 下面是个砍卦 说你昨天晚上唱歌了 在卡拉奥根厅唱的 唱的是 碧江春水 向东流 我记得非常清楚 哎呀我是这个卦 还可以这样版的 因为我04年 跟邵尔华学 后来又跟他的学生 做朋友 学四柱 等等就是没有 他是提用段 深刻的 这个衰忘段 得有独向段 那么我 后来当即就报了名 我记得我五月份 跟张老师打电话 我跟陈老师打电话 陈老师在说 跟他开车 然后我跟张老师打电话 张老师说 四七 他说正在开四七 说马开四七不接了 五七再来吧 我当时就报了名 然后过来之后 我发现 老师的东西非常好 怎么好 我等会 我要讲 我对老师的这个认知 那么后来呢 我去年的三月 在五一三 在一个出租车上 今天老师讲的 我小乐一首 法眼观像 后来我万世纪被我震撼了 所以我跟万七群师兄 我们的财神刚师兄 我的王仁良师兄 还有今天晚上赶来陆思真师兄 还有这个罗 罗土地师兄 我们在上海是一个老师的 是一个老师的 我把他们都来跟老师学 所以 我又昨天晚上 我跟这个 胡办长说了 我说陈春丁老师 是我这一辈子 怎么感谢的 吴维国的老师 我 我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但是我可以代表一个叫文博的人 我也不用拍任何人的马皮 因为我今年五十了 我也不出去 也不出去 穿 我在 马斯洛的五大需求 我都满足了 被尊重 被需 安全 我都有了 所以我没有必要 去讲一些违心的话 我发足内心的讲 我是非常感恩 陈老师 他给我带来了一个 自己在这十多年 在苦苦追求的东西 突然间走到一个瓶颈 走不下去了 走不下去了 我以前学学院工人到现场了 好 跟师傅出去 这个地方要高一点 前三逊想 对吧 一八的 八一的 这个地方高一点 这个地方低一点 没了 真的 我只学到这么多 不知道什么叫 也知道这个地方好 好到哪里不知道 知道这地方坏 坏到哪里也不知道 所以我跟我的自己 师兄弟们 我们也搞聚会 一交流 他们都来跟老师学了 所以我觉得对老师的尊重 不是说我们仅仅就是 给老师买点烟 从物质上的供养 更重要的尊重是什么 是我们发自内心的 对他学术体系 和学术价值的一种认同 所以我把我儿子也带来了 那么非常高兴的 我为什么今天我要抢着上来 分享呢 我今天比较高兴 像父亲节 然后呢 昨天晚上我在这学完之后 我跟我儿子呢 回去跟我爱人视频 我爱人这个人呢 是很蛮孤单 所以老师说了句话要听的 学习 是否把家的人 身边的人安装好 我跟东方健兄弟私下交流过 对吧 攘外比起安内 家和万事兴 家搞不定 你去在外面去搞成功的 别人看看你家也不大相亲 所以我当我老婆这个人呢 他接基督洗过礼 他跟我去过寺庙 到茅山去拜过道士 他学过张德芬的十七年学 学过森林玉老师 从印度合一大学 带回来的能量学 都学过 百度不清 你在他跟前谈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他命中只有一没有上官 所以他不能扭通 那怎么办呢 昨天我们从一三年开始就一直 一直很紧张 昨天晚上 我跟他讲完之后 他跟儿子打电话 我听到了说 我现在特别崇拜你爸 所以今天怎么来 他带着我妈 带着我妹妹 我妹夫 我一全家人 去了长州 我大妹夫 我父亲节 他们一块 那我刚发来的视频 我爱人在上面喝酒 说都喝醉了 我爱人们喝醉 因为这么多年 他是城里人 我家是农村人 他在这个兼容习性上 有一些问题 那么呢 不是他人不好 他人非常好 但是他因为生活环境 所以呢 一下子我今天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特别感恩 是因为 昨天晚上我讲了那一段话 讲了什么 他现在跟一个加拿大的 一个人是华侨 在上了新闻联播 在学这个 宇宙一体论 学这个 哎呀 非常崇拜那个人 但是当你老婆崇拜 另外一个男人 不崇拜你的时候 你心里是多何感想 哎呀 我说我要到陈老师 接受能量 总有一天把你考定 然后昨天晚上 我说 首先是儿子跟他讲了 今天陈老师 叫我们这个 一心欢迎 哎呀 描述给他听 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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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 那什么原因 那什么情况 会有一心欢迎 怎么会 跟他断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一个人 身上有50万亿个细胞 每个细胞 有20万亿个能量 也就是原子 也就是说一个人 有一千亿个原子 在身上 把这些原子 再放大之后 就是震动的能量 那么这个能量 或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137年 137亿年以前的能量 是一模一样的 那爱因斯坦的老师 布兰克教授 1918年 获得诺贝尔奖 他说所有的物体 都是震动的 桌子是震动的 是地平的 我们能看得见 思想意识 这种是高频的 像八卦 我们看不见 是高频的 这能量是公正的 这个霍金斯 1963年 1693年 在英国一个 一个大教室里 挂了20口钟 他把钟摆在了 不同的钟位 就这个钟这样摆 那个不同的频率 但是他第二天早晨 进到这个教室的时候 他发现所有的钟 都在一个频率上 共振 这就是著名的 这个百钟试验 这叫同频共振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看祖坟 那个祖坟 对这个活的人 有什么影响 它是一种能量 所以我们的身体 你坐在这里 不知道 你的身体 每秒钟 以光速的速度 能量在流淌 但是我们人 发明了什么 想象 我们是发明了幻觉 所以把我们这种 能量压盖了 我们不知道 然后 我说 陈老师 一心幻影 就是这种能量 就是这种理论体系 自身的实践版 他一下子 忽然看到 哎呀 小飞虫搞得现在 都到处在找这个东西 那要是见了 春春林老师 就不得了了 我说小飞虫 是缺理实践 陈老师是有实践 也有理论 他往上升一下 我就像一个人 你有了一颗原子弹 你再去找 在找原子弹的理论 是不是很容易 但是你有了一套理论 去把原子弹造出来 是不是就很困难 我爱人一下子 太郎了 一下子就说 所以跟儿子说 我好崇拜你父亲 你知道吗 他讲这句话的第一次 是在1994年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问他为什么要嫁给我们 他说我崇拜你 所以27 23年了 所以我今天 我一定要来分享 对 所以我不记得是 穷瑶说的 还是三毛说的 说男人 男人只娶 欣赏他的女人 女人只嫁 他欣赏的男人 所以我们老师的东西 让我把身边的人安董好 那我再说说我的客户 我现在呢 因为我是零四年 接触以后呢 我商业这一块 我36岁在北京 就把企业做到 香港二番上市了 上市以后呢 我后来 因为股东之间就内哄嘛 我就厌倦了这种哄 就是同甘苦不能共患 能够共患来不能动幸福的 我就辞职了 辞职以后 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上 开发布会的时候 王公英不合参加文会 那时候 那是春风得意马 提醒那年我才36岁 后来我去了非洲 在非洲的马萨玛拉草原 就是肯尼亚 在大帐篷里面 外面是猎狗大象 我在那里面住了三个月 思考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然后回国以后 我找到一个山 在山里面待了六年 把手机扔了 我在山里待了六年 没有我原来 所有的朋友都不联系 我那时候想笑话文盲 演周一 我是做了六年之后 09年的时候 我吧 我在这六年干了啥 自学啊 老师没有什么材料 也没有人问 学了四柱 学了中医 都是基本上稍微滑蛋 然后风水六摇 该学的都学 我在六摇上下过很大的功夫 我八字上也下过很大的功夫 那后来呢 我09年被卫生部 请到广西六州中医院 那地方国家中管局 在那里有一个办事处 有一个机构在那培养了 三年的时间在那培养了 53家中医院的皮肥品专科 现在你们在住的每个省 这边是广西 湖南每个省很多院长 现在主任都是我的学生 都是我的学生 陆安中医院院长也是我学生 所以说 但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 哦 学这个东西很有门派 所以后来我就去找李居民 去找胡一鸣 去找谁谁谁 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但是我走过来的时候发现 他们的东西都有问题 就是你现场不敢去跟人家说呀 后来我突然在网上发现了陈老师之后 我就觉得陈老师的东西真的就是那么强悍 所以我把陈老师的这个 总结了几个字 老师的学术体系在我眼中 是这四个字 道 术 教 学 那这四个字呢 我要配了几个字 老师的道 老师一直是在道中 其实我在私下跟有些学长 师兄交流 我说老师 你们来学他的技法 更重要的是专注于聆听老师的道法 老师这个道 他是用什么自身的 他后面配了一个字 德 我相信你们有的 我在跟老师带的时间更多 老师的德行 他的为人 比如老师很多在群里讲的一些话 我念给你们听听 你们知道 老师说 上等人谈奉献 中等人谈交易 下等人谈所取 上等人说智慧 中等人说事情 下等人说是非 知识是学的 能力是练的 境界是修的 为人 真诚第一 勇气为贤 是不是老师说的 是吧 有印象好 图长的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我平时 关注老师的 这个我们朋友圈微信 我摘录的 所以叫后德 后德 我们很多师兄弟 学了术以后 为什么后来用不起来 德行不够 你德不够 你存在不了吗 所以过去有一句话 叫 叫叫叫叫什么 德 德不配备 必有活扬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为中而德不够 一个人当总理 为总理的命苦死了 当董事长为董事长的命苦死了 力小而认重 挑补时间 非要能够挑补北京 智小而谋大 智慧不够 想着比天哪 就这点本事 哎呀 不得了 所以这都是很悲催 很不幸的事情 德不够 所以还有一种 叫 施恩 施恩而返怨 很多人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帮过他了 我帮过他了 为什么那个人 要讲我啊 我帮着他裤子都脱给他 穿了台书不好啊 有没有 有 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 反思自己 反思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的德行不够 才让他 你为什么做的事 别人还抱怨你 所以 我上次从这儿学回 我儿子去参加南怀景 儿子的讲座 他说了一句话 非常经典 叫 没有是非 只有因我 凡事你用因我去考虑 所以我们今天 每个人都在中的因 你今天对着老师 什么样的恭敬心和态度 你的学生 你的客户 你的家人 就会怎么对你 一点点 所以 我不管是去非洲 我还是去日本 我都要和老师念节 所以你们不知道吧 这是一个法窍 叫 连根养根 根生才能野茂 我画一个图给你们看 我们一个人往这一站 是不是只有五人关系 上面送我们的叫父母 下面我们生的叫子孙 管我们的叫官贵 我们管的叫七才 是不是再也操不出这几轮关系了 所以儒家江湖能关系 那么 我们是不是一个流畅的线 从父母生我们生子孙 所以到我们这一环 我们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对上光宗耀祖 对下泽匹子孙 自己的中间五福人生 所以我的风生水起五福人生 我是在富兰大学讲的 我是在西兰财造讲的 我现在给六家公司做顾问 我们的六家公司的去年的营额超过一百个亿 我同时还是英国豪卖集团 亚上多的群里发个照片 我给老外娘照相 我给他来看风水的吧 那个老外就是英国豪卖集团 美国海洋公司 亚太区总裁 我是他的私人顾问 那么这些其实都不是我做的 其实这些都是陈老师做的 你不知道吗 我每一次在帮人家处理完了之后 一件事情 我说心中想陈老师 我说这都不是我做的 这都是陈老师做的 所以任何时候 我们要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每个人都会说 还有一句话 可能不学四柱的人不知道 学了四柱你也未必知道 叫什么 一个人对母亲好 诸事顺利 一个人对父亲好 财运很通 为什么 母亲是正义 父亲是偏财 你对父亲不好 你咋能有财吧 你对母亲不好 没有人保佑你 你咋能好吗 所以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你怎样对待你的老师 就是你有没有跟这个跟脸上 昨天我跟一个师兄讲 我说你一两年都没回去上坟了 你祖宗就叫你回去上坟 你运气好 所以我们搞意见的人 每天在外面给别人讲上坟 给别人搞公务 自己祖宗 有没有去料理好 你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好 你自己老师 你有没有跟他脸上 我每天在忙 我到新疆烂谱忙 我每天在飞机上 我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 我查了一下 我飞行了167个小时 8万多公里 但是我每次只要一下飞机 只要有空 我第一时间是关注咱们的群 在里面能找到老师的应用效貌 这个就是你能量的来源 真的当你没有力的时候 所以老师说执行合一 王阳明讲 这个新的力量有多大 就决定了你有多大的成就 我心自有光明月 千古檀元有无缺 这是王阳明的名句 就是我们修行也好 修法也好 所以在德上 老师一直在领中 我们在修行呢 不仅仅是教路法 那么齐尔在树上面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吗 太强悍了吗 所以我想 我为什么前天在新疆老师 我发了一个视频 老师哎呀文博好帅呀 其实我跟老师说了 我说老师你是一代宗师了 你已经超越了 善于不善这个概念了 是不是 一代宗师 不知道帅不帅的 我说自己能帮我们 帅这个概念 留给我们 这就成不了气的人吗 对不对 所以老师的说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我上次讲过 我为什么这六家公司 做我做顾问呢 我的待遇 大家肯定关心这个问题 我的待遇是固定的 每个月给我多少钱 然后到年底给我分红 然后给我股份 我这六家公司 我又不怕你们查吗 湖北天海石油集团吗 在实验 山西太原 二十一站 山西老兄知道 我们在太原 以北无数加一站 然后还有这个 新航人员 我们在 在 在这个 零下 我们有个物流集团 现在两不了气 无计划三年 做三 做到两千辆 专用物流车 然后我这次到 叫克拉玛尔区 就是讨讨讨讨念上市的问题 我们准备在克拉玛尔区 这个公司 听新疆 上市一年就完成了 所以将来你们要买这个 雷布股找我 富有上市 当你口袋有钱的时候 你不用 没吃没吃 喝炒的时候 你的血术 你的风水一定做得非常好 因为你们有后果之用 我们很多人做的时候 因为太功利了 还没做就想把钱掏来 太功利了吗 一张嘴你太功利了吗 所以我们要教大家一句话 我从幸运大师的弟子来学的 他经常讲 我不缺钱 我不缺钱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把这种植入到古增 我不缺钱 真的就不缺钱 那么我这一位意思 在上海云山路西山路 去年的五月份 一个饭店 现在就要在 叫明园渔港 你们有信息 同学去看 那风水是我做的 我全部是用到老师的方法 做完之后 我说这是成了老师的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 它是这样一个 假设这是云山路 它这个方是一个小路 进去的 然后这边一栋楼 它这边是一个洗车厂 里面的洗车厂美容的 这地方开了个门 这个房子一看 是不是做不出来 去龙啊 是不是做不出来 后来我去了以后 他从这 我首先把他门改到这儿来 他只能这样做 改门嘛 然后上了二楼的时候 他二楼电机正对口 洗一灯大佛 坐着这 那咋行啊 老师说过 第一风水的第一要物是什么 佛菩萨 是不是 你不把佛菩萨伺候好 你不把身佛伺候好 你自己能好吗 我就把他佛菩萨调到他这个办公室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房 当然我还请了八个盒 九个盒让去跟他做了撒金 到这里 然后里面调整以后 他是什么 当时是什么状态 一二年开始 他亏损了到 去年亏损了一千五百万 当时他死的心都有 后来我跟他弄完 两个月 他把他卖了 卖了五百五十万 现在接手那个人都气死了 你想想是不是气死了 他卖完之后 五百五十万卖了 拿着钱跟我一起去太原 现在在太原 做石油 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都是老师 那么这个例子也说明了 别人请我 我上次来个合会公司 我跟他用老师的方法 就参照老师办公室后面那些东西 当然我就加了一个终点 从五台三驱途 他两个月步下去 他融到一个亿 他拿了一个亿 到太原做石油 我现在当总经理 人在加拿大 所以正因为我弄老师的方法 教了我 然后我用这些 帮助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 现在看我 就像神一样 我是他们的战略顾问 他们公司进高管 都要我点头的 哪个人进来干什么位置 都要我点头 我的 还有西安华天能源公司 我也是他的顾问 他在西安中的房地产现 你知道那个老总 怎么评价我 就是那时候我在飞机上 我发的微信 他说他明天要到 美国大使馆签证 你看看 文博老师 多够法 我能签证吗 其实我怎么干呢 我当时 当刚上飞机 准备关机了 他在美国排队 因为美国签证 非常难签的 后来我一看 看到一个什么字呢 看到一个出口的出 那个 我坐头等商的 前排不是一个出口的出吗 一个出那就是能沉吗 出吗走吗 第二个飞机码要起飞了 是不是这个是能沉啊 然后我就假模式回来说 行我给你做个罚 明天就签证通过 第二天早上通过了 8点15就给我发通知了吗 所以说他现在对我 只要文博老师 跟我在一起 什么事不干 我运气都非常好 所以你想 你若运气的人 做到这个份上 你即使哪个事情没搞好 他是不是也不怪你 所以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跟老师一样 用素的方法 让他接受我 然后我把他们 领到道上来 因为他们后面 有一万多个员工 有意味着 有一万多个家庭 这个老板好了 是不是这一万多个家庭 就很好 所以陈朗 陈嘉诚的律师 陈嘉诚的风水大师 陈朗先生 在临死的写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是英皇杨寿成 李嘉诚 谢天风等等律师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为什么要帮助 你们这么多企业家呀 是因为你们 我的能力有限 我帮助不了那么多人 我可以帮助你们 这些企业家 你们这些企业家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很多企业家 命中本来有一千个亿 结果他这辈子 挣了十个亿 他觉得自己很牛逼 其实你的福报 被你损光了 因为你有一千个亿 但你不知道 你还在赞赞自行 所以我们跟着老师 要培养自己 真是重道 就是你最好 赔福报的方法之一 这个说啊 老师是自成体系 我就不说了 这个你们比我清楚 彭丽元宏一般歌手 也啥区别呀 彭丽元叫歌唱家 那一般人叫歌手 是不是啊 歌手和歌唱家 有啥区别呀 歌手只是能唱歌 歌唱家除了唱歌 经典歌曲之外 他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老师是不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所以我那次说 他将来 我现在跟你们说 未来三年 陈老师肯定有很重要的著作面试 并且他一定会成为一代军事 把政府官员们自己讲了 我不算马屁 这是我的看法 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 那么他教 教 我们看 我这记得一下 老师的教 三点 第一 不藏私 这点认可吗 从来不藏私 我拜了那么多老师 那绝对不是这样概念 所以你们很多年轻的师兄弟 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这么年轻 给老师 这么好的老师学 你要像我这样 人都到五十了 走过了这十几年的弯路 你才豁然开朗 到了这地方来 你才知道 人生需要珍惜 眼下当下的一切 所以我因为我本 我身边这样不姓邱 所以为啥我在这儿 好 这霍邱吗 所以没法 霍邱吗 第二 老师 第二点 直面错误 是不是 老师 你看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大师 你跟他学 他一旦错了 是不是 他会掩盖 就是学生了 我不是只客户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找各种理由来 怎么强调 陈老师从来 我错了 你看 我有时候把他老师的那个 这东西给我爱人说 哎呀 敢承认错误 这老师真的 他能错错误 第三 第三 他的教 严谨 悲悯 我经常听老师在群里讲 谁谁谁家里求 谁谁家里求 没有 就给我一包烟 给我两条烟 给我一染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师兄弟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 没有钱不干 甚至抢要了很多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学习经的根本目的是度众 度众 是修集度众 是开这颗心理 那么 学就不用说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 有陈老师这样的学习力 他晚上四点 凌晨两点不睡觉 早上六点钟 又看到朋友圈 微信里面有他了 他的学习力 非常的强 我每次到后球来都看到老师在变化 我从15年的秋天 到这来第一次 然后我每年来两三次 然后到现在每一次来老师都有惊人的惊喜 所以你们又感觉到这个教室里面 无时不存在着法喜的流淌吗 所以老师他的学习利益 以及他教我们 就像他说的 他有中文基础 当过记者 他会教 因为很多老师是不会教 你一肚子祸呀 我不是说我上海朱老师不好 朱老师很好人 他是南中道士 很有本事 但是他不会教啊 师兄是不是 这我不讲师父的坏话 我不是讲坏话 他有的老师他不擅长教 陈老师他擅长教 他教的东西讲透 并且他的发心很好 我们做记者 师兄弟们 我们做一件事情 取决于我们的发心 这件事能不能成功 取决于我们的发心 这件事能做到多大 取决于我们的发愿 所以老师他来教学 你看昨天 他看到那个我们能演算的 现场能推散了 他像孩子一般的露出了微笑 我不知道你们看 到这里我这教训就很成功了 就是想你们发现没有 所以你从这些信用的地方 看老师的发心 他是不是个恶人 所以我们这里 我知道 我今天到这来讲的呢 我不能代表大家 但我代表我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我跟随陈老师 两年多来 他让我的家庭 让我的荣誉 让我的收入 那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不可想象的 为了有今天 能作为六个公司的战略部分 我无论将 现在还有好几家公司 在聘请我 但是我可能没时间 但是我无论将来 有多少公司聘请我 我永远是陈春林的学生 所以呢 最后 我给大家呢 就是说 珍惜眼下这段时光 每一次来 都要珍惜 所以我跟财青刚师兄说 我说 他问我要本来学 他本来上次风水要来的 但是他风水 加了一个侄子结婚 我还讲他 我说 他说面试有重度 我说 你要想走这条 专业化的道路 你脱裤子卖 砸锅卖铁 你都要去货修 我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 面试的东西 是网络上 不可能有的 不可能有 所以 真的呀 四兄弟们 到这里来 我们除了赶安诚老师 也要赶我们自己 有这样一个 缘起的缘分 在这里来 我最后 祝福大家 祝福你们 心想事成 心也真正之上 师兄 聊得太好了 我们手 想要再长头了 谢谢 所以紧急着 年轻养开 就老师 别看 你就是最棒的 我听了文博师兄 真的内心 非常的感动 就是有一种 想流泪的感觉 我相信 大部分学生 大部分同学 都跟文博师兄的心情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感觉 在座的 今天听到 祝福和文博师兄 所有讲话的人 才是最有福德的人 你们承认吗 请 好 现在请 顾道长 来给我们 闯过一些招呼 我们顾道长 已经非常幸福了 已经有一个链接 放在微信群里了 来 首先 感谢陈老师 给我这个诗的 感谢 感谢 各位师兄 能有时间来 听我唠叨礼 说 带我上来 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两个人 都讲得太好了 以至于我现在 大脑一片空白 本身呢 我自己呢 不太善于言辞 所以呢 今天呢 只能就我自己个人的 一些在道教里的修炼 和这个自身的体悟吧 给大家讲一点 自己的一些感受 那么 老师呢 在 讲课中 反复强调了一个 入定两个字 而且老师也指定了 说你把这个入定讲一下 那么 为什么我不需要入定 人家说不入定 行不行 那么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 我们这个预测 在道教看来 我只能说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简单讲一下 有人说呢 这个预测呢 事实上 在一个道教徒的眼里 看来 它是两个过程 第一 是知识 是你过去的这个经验 还有你所学的知识 包括老师教给我们的 这些知识啊 各种各样的绝招啊 各种各样的绝活 对这些理解的应用 第二呢 是自己的神识 在其作用 什么叫神识 在其作用 那么我们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我的眼睛 能看到诸位 能看到 水杯 能看到大家的形象 那这究竟是一个 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会看到 有人说看到 就看到呢 那么从道家的眼里来说 很简单 看到 是我们的眼睛 它发出一种能量 当这个能量 到达这个物体 它产生了一种反射 一种感知 这种感知 被我们大脑 接受 进行分析 它才能看到 这个物质 所以说 为什么有的人说 这个近视了 远处东西看不见了 那么 周一就说 这个人 肝血 有人说 这眼睛 看不到 跟肝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的眼睛 珠子就像 这个手电筒的灯泡 那么我们的肝呢 事实上 就是灯泡里面的电池 当你这个 肝血不足的时候 能量不足了 你的眼睛 发射的这种能量 不能达到 不能达到 你所要看到 那个距离时 你就对远处 有一种模糊的感觉 那么 接下来讲 我们这个神识 这个人有两个自己 一个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自己 第二个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无形的自己 那么道家呢 称为神识 称为英神 这个神识很厉害 它可以超越 空间与时间 在道家经验里 它进来 它可以超越 空间与时间 所谓的空间 就是我在这里 我一刹那 我的思维 我的神识 可以到千里 外里之外 所谓的时间 就是说 我的神识 在自己意识 驱动下 可以往来 过去 与未来 这是人人 具有的功能 只是 你能不能把它开启 你有没有这个信息 你能不能通过锻炼 把它开启 那么在我们启动 一个预测的概念的时候 想预测这个事件 事实上 你的神识 已经进入了 时空场合中 去找你需要的信息了 它找到以后 会反映到 你的大脑里 那么 老师一再强调的 静心 在我的感觉中 人的心 或者人的大脑 就像一个显示屏 或者说 更像一面湖水 为什么说 一面湖水呢 因为人的心 是会波动的 波动会造成什么 波动会造成 我们这个心 它产生波纹 产生波纹以后 它反映到了 很多事物 它就会模糊 甚至扭曲 让我们不能 得到一个 清晰明白的判断 所以说 我个人感觉 这个入定和入境 是让自己的心 就像镜子一样 就像湖水一样 达到平静度 这样才能真实 清晰地 反映出 这个事物真实的 这个底下来 然后呢 给我们以提示和信息 或者说 给我们以敏感 让我们能够 在预测上 能够提取到 比较准确的信息 所以说 这个入定和静心 在预测中 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么 事实上呢 这个 心的平静与否 它是需要 训练与修炼的 那么在这训练与修炼之中呢 有人说 会不会 就是我们会 提到打坐的感觉 说是不是多打坐 就能静下心来 其实多打坐 未必你能静下心来 如果你没有 指向性 或者规定性的训练的话 很多人打坐 很多年 就会发现 怎么好像很多年 心还是没有静下来 因为没有进行 相应的这个信念 训练 第二个 说实在的 这个人能不能静下来 它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你的能量 尽管说 现在的修行里面 很多人已经 避讳这个词 或者不谈这个词 事实上 这个能量 在我们的修行中 是起到很大作用了 那么现在人 换了一个说法叫 气场 所以你会感觉 某些人的气场 就很强大了 那么这个能量 如何修炼呢 各种这样的方法 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 我们更多的是 祈祷主持 祈祷神灵 跟我们驾驶 事实上 万事万物 都有能量 就像陈老师说的 一个房子有能量 一棵树有能量 当你觉得它的美好 当你感觉到 它的强大的时候 你跟它同步 事实上 这是修炼能量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是什么 不倒 为什么不倒 我们能不倒 因为它的自动比较重 所以说 它看干扰能力都强 人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自身的能量 非常高的话 那么外界 对你的干扰很少 那么 躺干扰能力强 打坐能力更容易入定 那么在我们本人的修炼之中 我通常采用两个方法 来训练自己的 这个入境和入定的 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打坐的时候 首先观想自己 出来了 扶于自己的头上 然后就自己在自己头上 然后看这个打坐的 你自己的心里在想什么 你要观察自己的心的身边 用自己的心 神识来观察自己的心 很快你就会发现 你这个心里进上来 第二个呢 可以平时可以训练的就是 我们可以在打坐这种眼神 或者平时 我们来想两个 我们来想一个场景 什么样场景呢 就是当你在大街上走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在你脑 在你后面 喊了一下你的名字 这时候人就会下意识地回头 那么你要找到你回头这一刹那的感觉 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大脑是空的 反复地找这种感觉 时间长了 你的大脑就像有个开关一样 在你打坐 把心进上来的一瞬间 就让老师说 一二三 你大脑这个开关就会打开 这时候 你就感觉 大脑有一种空白的这种感觉 那么 找到了以后 努力维持这种感觉 事实上 我们要控制 自己的这个杂念很难 但是你只要有恒心 有意识去的话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这种杂念和这种想法会越来越少 那就达到陈老师的要求 就是说 能够在几秒钟之内 达到大脑的一个空白 那么 在我们道教认为 这个世界呢 永远是两个部分 所谓的阴阳 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那么阴呢 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 在某种状态下 它是可以感知的 阴阳是不断变化的 我不知道 有没有从前研究过 这个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认为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波 是粒子振动 事实上 还有一个世界 是波的世界 是粒子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里面的物质 受到什么来控制的 是受到我们思维的控制 我们的思维会影响这个世界 我想 道家讲的阴阳 和量子物理研究的 这个量子世界 一切是世界 那么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世界 所有我们的预测 才是有可能的 而同时 我们的改变 通过我们的意识 通过我们的调整 在 显涌两个世界 同时起作用 才能 让我们这个调整 更完美 所以说呢 在没来老师之前呢 我是能 隐隐隐隐隐 从道教的 这个学术推理 能感知到 这个世界应该是全智的 应该说 一花一物 都包含了整个世界 只是呢 我们没法从我们的学理 和我们自身的实验中 来解析它 我很感谢到了 陈老师 经过陈老师的点博 和学习 尤其是陈老师 这个发言观像 是我开窍的很多 也能从间接的呢 或者说直接的来说 验证了道家所说的 这个 全晰的这个词 所以说我觉得 陈老师这门 这门学术 我们好好去学习 去研究呢 但我的想法 可能更特别一点 大家不要跟我去 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条 悟道和体道的一条路 我会参加 在我们追求的 所谓的虚无飘飘的道中 只有通过陈老师的这种 学术研究的方式 才会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 能找到他的疑似 一灵半转 然后我们就选择一灵半转 由这种现象 我们来推导 来悟导 我们终究 希望有 希望有这么一天吧 我们道教徒说 道和真真正能把握的 谢谢大家 这个刚才呢 郭道长讲了一句话呢 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个 学义测数啊 是一门修道的过程 这句话呢 实际上 就到出了我 一二年那个时候的 感悟 我为什么在预测数上面 去追求 我跟你们讲 同学们 数到即是 数到即是 倒自来了 数到即是 倒自显 你没有这个道 你的数是达不到的 你的数 数是什么 是方法论 倒是什么 是世界观 这是马克思哲学上 也经常讲的 方法论和世界观 你的方法论 非常牛逼的时候 你的世界观也会 牛逼的 几个简单例子 你不知道 什么叫孝敬护目 但是你就会干啥呢 老爸老妈身体不好 你就给他策和好 老爸老妈心情不好 你会怎么去上他 克星 老爸老妈哪地方 有缺点的时候 你会 非常巧妙的 给他安排好 你用的是一种术 实际上体验出 你的世界观 你用的是预测术 实际上你修的是道 我在2013年 跟苏方营 那样子在会聊天的时候 他问我 你学预测术干什么 我说我学预测术 不仅仅是为了 算对某件事情 我觉得那不是 终极的价值 终极的价值是 通过预测术去武道 去修人天道 所以今天呢 道长讲到什么 也是讲到我心里去了 好 非常感谢刚才主持 还有文组文博同志 还有我们的呢 这个顾导长给大家呢 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文化大餐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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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